我等一下爬上去耶 真的假的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 垂直馬阿松 然後蠻有趣的點是 他的開賽時間 因為我參加的是團體組 所以我們是下午2點開賽 算是非常友善啦 我今天算的睡得很飽 大概睡到9點在起床 然後 他的總共的樓層呢 是91層樓 那爬升 大約是快400公尺 300好像390吧 總共要爬2000多階 哇真是可怕 我先來把號碼不別一別 然後我們待會準備去剪錄 找我的隊友們 這種參賽時間 剪輯師是最開心的 我參賽者也是非常開心的 因為對於時間來講 睡飽 那個身體的狀態還是不太一樣 對 出發 4樓 8分15秒 45樓 好帥 先改變策略 一格一步 哈囉大家好 我是有名家楊追 我們今天要來參加101垂直馬阿松 超級高 拍得到嗎 待會 我們要從一樓 完全完全的靠我的雙腿 往上跑到總共91樓層高 我記得 沒有錯的話 爬升 可以起來啦 拍不到沒有關係 總爬升是 390公尺吧 然後要爬2000多階的階梯 好緊張喔 怎麼會找我來參加這個活動呢 我現在是沒有什麼心理準備的 畢竟 這已經是我連續第3週的比賽 倫敦馬 然後CT 這禮拜要來參加垂直馬阿松 然後我們剛剛看了一下 就是以冠軍選手 大概是台灣的這個紀錄 或國際的紀錄 應該是在11 12分 可以完賽 我自己目標啦 給自己訂個30分鐘 不知道這樣會 太快或太慢 不確定 希望可以達成 因為畢竟 觀眾有些都 瞧不起你 就已經轉台了 聽說啦 這過程 那個裡面其實是沒什麼 空氣對流 很悶的狀態 那我會盡力達成啦 畢竟有91層樓 真的很高 這次呢 也非常感謝就是 UPFEST的果膠 邀請我來跟他們組隊參加 待會見到我的隊友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的隊友有誰 我先準備熱身一下 我們是2點 團體組準備開賽 這場比賽 蠻驚人的耶 101周圍這邊 整整有 就是 應該我看的名單啦 大概有4000人參加 這個垂直馬阿松 所以算是一個 非常盛大舉辦的比賽 也虧為了好幾年的疫情 好 話不多說了 準備去跟我的隊友相見 熱身一下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爬坡的技巧 等一下請教一下其他夥伴 要幫大家介紹一下 我身邊這位 清俊 也是 你還彎代表 剛剛一次跑兩趟 他們的主別是要跑 跟大家介紹一下好了 大家好 我是登高運動員羅清俊 那我今天參加的是 精英男子組的主別 需要跑兩輪的賽制 你說101跑兩次91樓嗎 沒有 第一輪是 1到91樓 第二輪 過半個小時左右 再跑 1樓到59樓 兩輪的成績加總是我們最後的總牌 哇 好虐人喔 一趟就已經快爆炸了 而且還跑兩趟 那你要不要給我這種 垂直馬拉松新手 什麼樣的建議 因為我完全沒有比過 甚至沒有準備跟練習 那我等一下會 一階一階跑比較好 還是什麼三階 還是用手幫忙 因為我看過你影片的教學 我會建議前面大概保守 最多衝三樓就好 然後接著就是以 兩階兩階 有頻率的 慢慢走 領完到最後 這樣成績通常都 可以維持的 還不錯 那有沒有就是 例如說手是拉桿子比較好 還是什麼推腳啊 還是擺手用跑 哪一種會比較好 可以先試著 單手抓 一隻手撐大腿 我覺得 比較吃力 再改成用雙手的方式 OK 好 那我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我的目標 是30分內完成 你覺得以我 現在大概 5公里 19分的實力 多久可以完賽 我覺得應該在 20分內 真的假的 可以可以 20分內 只要中間不要停下來 好 一直頂完 隨便慢走也沒關係 我看到水站也不能停下來 不要 就是直接 一次到底 不要喝水接到底 好 我們現在 要做 平衡測試 三個動作 腳尖對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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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努力在平衡 如果你的 測試 有三次機會 沒過的話 可以第二次 第三次 三次要測不過 你真的就不能參賽 我們現在是安檢區 安檢區這邊有規定 不能耳機 耳機 帽子 包包 掛繩 毛巾 我今天特別選用了這雙 阿DIDAS的 TAKUMI SEN D10代 原因是因為我自己覺得在爬樓梯的時候操控性要好 如果太厚底的話 其實對於 你的轉彎或是往上跑的時候可能穩定度會不太足夠 所以我今天特別選了一雙我最薄的鞋子 可是就是說 TAKUMI SEN D10代 你是因為上次富士山登高穿探板 所以 虧虧過 再次用 不是我那次 我那次跑到後面啦 雖然說探板好像可以幫助你 可是站真的腳已經沒力的情況 你還要踩在很不穩的後底鞋上 真的會有差 所以我今天完全穿最薄的選擇 一續三週了 第三場 要休息了要休息了 最後一場 謝謝 謝謝 好好謝謝 遇到我們的觀眾來關心我一下 他說很輕鬆 但他剛剛的一個重點不知道在有沒有聽出來 他說他每次走就休息一次 所以 很輕鬆很合理吧 我等一下的目標 因為畢竟 冠軍選手跟我講說不太需要休息一次到底 所以我是不會停水戰的 我目標 30分內完賽 加油 現在問的路人每個人都說很輕鬆 你是不是把自己搞得太緊張 我覺得沒有很輕鬆啊 這個要爬升2000階 哪有那麼簡單 而且是爬升390公尺 已經跟一個棕色路 風貴嘴一樣高了 不太簡單 我會努力 後門登場了 加油 希望可以順利達到終點 加油 要開始了要開始了 25走 OK 出發 開始了 出發 GO 開始了 三樓 三樓 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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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 十樓了 二十樓 補給戰 不要吸引我 三十樓 三十樓五分半 四十樓 爆掉了 八分十五秒 四十五樓 六十樓了 三分之二 十一分三十秒 最後三十樓 謝謝 好喘 七十樓了 四十二十樓 現在改編策略 一格一步 七十六樓了 其實 打手跟地板 沒有想像中的失 最後了 八十五樓 最後六成樓 八二 快炸裂 快炸裂 四十樓 謝謝 八十九樓 快到了 加油 夠了 現在抵達終點 現在抵達終點 到了 耶 完成了 十八分十九秒 太累了吧 哇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辛苦爬的 九十一層樓的風景 這邊是松山機場嗎 OK 我已經完成了 哇這101 九十一層樓 超級痛苦 我剛剛過程中 我看一下我的GAMIX手錶 大約是 每分鐘爬五層樓的這個速度 總共九十一樓 我花了十八分二十秒 真的是 很痛苦耶 大概過了六十層樓 我就已經開始覺得 第一個腳沒力之外 是氧氣很稀薄 然後你會覺得 越來越喉嚨有那種乾燒的感覺 越來越有吃到血味的那種狀態 後面真的沒力 我只好把手機先暫停錄影 然後稍微雙手並用拉一下那個欄杆 但真的到地板很濕很滑 然後很多汗的時候 大概我覺得是七十樓以後 就真的開始地板 有點小滑的感受 但是其實沒戴手套 也還可以接受 因為其實到後面 不是什麼手拉不動會滑的問題 是你的心肺根本就喘到已經走不動 我剛剛看我心跳最高到一百八十幾塊一百九 超累 真的有那種跑五K測驗 然後最後要力竭的那種感覺 我們去搭電梯 往下吧 下樓還要走樓梯 有這種抖腳的感覺 看我的腳 看我的腳 發抖 謝謝 18分16秒 完賽了 YA 看一下我的成績 18分16秒 我們這隊的精英選手太強了 我總共被兩個女生追過 然後還有前面兩個教練 所以我是第五名完賽 他們都是16分多耶 這根本是神人等級的 哇 所以台灣冠軍12分 太可怕 因為我覺得難處在於 我自己啊 大概前三十層樓 好像還很有餘裕 然後很大步的很快節奏 一過三十層整個心率從一百二一百三 直接爆到一百七十幾 那時候就很喘很喘 然後喉嚨一直覺得很多彈 然後有血味了 我就開始降低速度 一隔一次這樣走 然後到大概60到70層樓的時候 哇 快缺氧 真的是不誇張 那個樓梯間 可能很多人的二氧化碳都排放出來 當然它每十層樓 你就會聽到很吵的那個抽油煙 不是抽油煙 抽煙 空氣對流的聲音 那個機器 但是就是那個還是來不及 有那種很新鮮的空氣的感覺 所以一看到那個頂樓出去的那一剎那 救贖啊 真的是空氣終於是這麼完整 因為在過程中 難怪疫情中這個比賽要停 太危險了 這真的太危險 如果疫情在這裡面辦比賽 那個真的是 對流大家互相交流空氣 應該是很可怕的 但我覺得算是蠻有趣的比賽 這個強度以我跑18分來講 真的很像跑一場五千公尺那種高強度 然後很喘心臟很爆掉的那種狀態 但腳是蠻舒爽的 我大概到四十層樓 腳有點炸掉 改變策略小步之後 有慢慢回歸狀態 可是後面根本不是腳的問題 是你已經喘到 你手要拉或是腳要拉都沒力 我後面變成這樣走 一格一步一格一步這樣 但蠻好玩的啦 感謝大家邀請 我的成績18分16秒 如果有機會的話 兩三年後再來挑戰好了 這構成有點辛苦 還蠻好玩 推薦大家有機會可以來試試看 那過程 我覺得也看到很多 挑戰者 在中間真的有點缺氧不舒服 停在路邊 會有點頭暈 真的會 因為你一直在往右邊的樓梯這樣 順時針上去 你這樣繞了二三十圈之後 真的覺得 幹怎麼風景都一樣 然後開始看到有人 旁邊就這樣站著這樣 快昏倒 好啦那如果有機會 我們明年後年再來 雪池挑戰給大家看 我是你的家長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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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